天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the L 中英最早天天大道简介 以何为天天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道是求什么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求到 六求到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 有什么定正义和 为天天大道 天天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 心跳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 三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 即已存在 不约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 以前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叹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约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 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鞋 有条不万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教圣人应运出示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千经万点 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 或称为造化 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 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到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精益 为天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身体制造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 在天天之天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 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 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 无不包 为无不入 无所不惯 无所不通 无所不测 万测了天地人 万物万类 万测了三十三天外 万测了天经万典 万测了天法万法 万测了天教万教 万测了天佛万祖 万测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 人必须知真觉 一机是人 人与我 我 与人 人 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 我一家世界大同 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 道与我有蛇们关系 道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 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约庆底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 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 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着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 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 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式兵贩夫走族 不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心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举来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旺季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到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 但自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 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评贱富贵 均无分无别 因此 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果 不只